北京时间2022年5月23日下午2点 AMD在ComputeX2022的主题演讲会上 正式向玩家们公布了基于Zen4的锐龙7000处理器和下一代AM5平台 并预告了其能达到5.5GHz的频率表现 同时对于i912900K也获得了31%的性能增幅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和之前的消息一样 新一代的锐龙7000处理器将会基于Zen4内核 并使用台积电5nm制程工艺 但其会拥有翻倍的L2G缓存 容量将从前代的512KB提升至1兆 同时CPU的单核性能也将提升15% 除此之外 锐龙7000处理器的内部 一样使用了混合的CCD和IOD两种芯片 后者采用了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并整合了DDR5内存 PisaE5.0协议 以及RDN2架构的核显 不过这个核显的性能大家用不着太期待 简体是只求两机不求性能 而具体的规格 目前AMD也并未透露 但最重要的 则是锐龙7000处理器升级为了AM5插槽 并采用了全新的LGA1718触点结构 同时期的功耗也会来到170W 不过还是可以兼容现有的AM4平台散热器 至于在性能方面 哥尼发布会现场的游戏展示来看 锐龙7000处理器的频率 基本能够稳定在5.0GHz以上 而其的最高频率可以达到5.5GHz 这对AMD的CPU来说完全是历史性的一步 除此之外相比于目前的英特尔旗舰i9-12900K来说 锐龙7000处理器的渲染能力更是提升了31% 看来打赢12代酷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可是要面对13代酷睿的话 应该还是会比较吃力 同时更遗憾的是 目前锐龙7000处理器 请会支持DDR5内存 暂未提及向下兼容DDR4内存 所以想要用上它的话 就必须使用全新的主板 以及DDR5内存才行 至于新的AM5平台主板 则拥有顶级的X670E 旗舰X670和主流的B650等三款 技术上支持24条PCI5.0通道 支持Wi-Fi6E 最高14条USB3.2和Type-C接口 4条HDMI2.1和DP2.0接口 并且还增加了NVMe4.0的支持 而类似于XCMP技术的EXPO技术 也将会正式应用 而在最后AMD也已经确认 将在今年秋季正式上架锐龙7000处理器和新一代M5主板 不过鉴于目前还是两款新产品的前瞻阶段 所以再未公布具体的时间和售价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们也会将一一报道 感谢你的玩家们 请继续保持期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等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